早前提及,如果單位涉及大型改裝,申請按揭時都會遇到阻滯 近日收到一個唐樓劏房業主的求助個案 持有物業已經56年扭令,改裝成一個劏房 現在正是收緊租的唐樓延契物業 他想把單位套現,套出資金,另作投資 這個個案有幾個難題 首先,扭寧比較高 一般來說,銀行計算公款年期時,扭寧會以75至80減 用單位資料來計算,公款期最多只能是19至24年 但業主本身想借多瓶去到30年 其次,單位已經造成一個劏房 一般來說,大部分銀行對於大型改裝的單位都不願意成造案 第三,業主本身都沒有薪金日息證明 他想透過收租單位做一個審批 根據我們的經驗所得 要符合他的要求,銀行少之又少 即使銀行願意替他套現,息口應該是偏高的 最後,經過我們的努力底下 我們成功幫他爭取到一間銀行 批出一個四成按揭 它是用一個資產審批 套現大概是150萬 至於公款年期方面 我們更加成功爭取到用85減扭寧 所以公款年期最長可以做到29年 息率大約3年 這個個案亦想提提大家 如果一些唐樓的按揭 其實一般來說,銀行都要上門視察 所以如果唐樓已經改裝成劏房 就真的不要隱瞞 就一定要如實申報 銀行都有機會考慮他的審批